他是合气到七段 跆拳到六段的高手 曾两次打败四小龙之一的梁小龙 后被李小龙暴揍打得心服口服 可令人疑惑的是 他在李小龙逝世后的某段采访中声称 与李小龙相比 他更喜欢与成龙合作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人称左腿攻击之王黄仁芷的幕后故事吧 黄仁芷从小习武 有着合气到七段 以及跆拳到六段的官方认证 他擅长腿迹 擒拿和摔投 其中由于腿弓之罪 不仅动作迅捷招式老到破坏力还极强 实力完全不弱于七零年代的四大腿王 也正因如此 他被影视公司招路进入了影视圈发展 可要说起他的第一电影合气道 那就不得不讲一讲他与两小龙李小龙之间的恋怨了 黄仁芷的腿脚功夫实力很强 尤其是与人实战的时候 由于力度很大 摧毁力很强 所以遇到这样的对手 他是令人感到恐惧的存在 因此 黄仁芷算得上是实力派的武打明星 黄仁芷不仅在《猛龙过江》中扮演过角色 他在《死亡游戏》里也参加过拍摄 虽然戏份并不多 但是有了他的加入 给影片增色不少 电影《猛龙过江》是由当年李小龙指导的影片 这部电影算得上一部很经典的影片 除了由李小龙精心指导以外 无数指导一直 由实力演员林郑英担任 这部诚意满满的功夫片 李小龙下足了功夫 不过黄仁芷为这部助力的同时 也在这部电影中牺牲不少 他牺牲了什么呢 想必是左腿之王的狂傲吧 这其中的缘由就不得不提一下 台是这部电影时的幕后故事了 这件事情与两个人的实力PK有关 当然不会是别人 一个是截拳道的创始人李小龙 还有一个就是台拳道的高手黄仁芷 不过还有一个人牵涉其中 他也是这场PK对决的导火索 这个人就是武术圈里四小龙当中的梁小龙 当年洪金宝在拍摄和气道这部电影的时候 梁小龙参与拍摄 当时他听说剧组里有个武术高手 而且还是和气道黑带七段 习武之人 遇到高手难免升起一决高低的心思 而且因为这部电影主题就是和气道 所以梁小龙对这门功夫产生了好奇心 他非常想了解这门功夫是怎样的打法 恰好剧组由和气道高手 所以被人称之为武痴的梁小龙 当然不可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主动找到黄仁芷 表示想跟他切磋一下拳脚功夫 黄仁芷还从来没有输过谁 所以面对梁小龙的挑战 他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梁小龙作为四小龙当中的成员之一 武功也算高强 信心十足的他 根本没有想到会输给对方 不过一连套的过招之后 梁小龙却输了 胜败原本就是兵家尝试 梁小龙自认输得有点不甘心 他觉得是自己大意了 于是发起了第二次挑战 这一次还是输了 连输两场的梁小龙 终于自愧不如 梁小龙也是武术界里的精英人物了 当年由他主演的电影 陈真红遍大江南北 也是一个风云人物 能让他服软的人 还真是屈指可数 不过输给黄仁芷这样一位高手 梁小龙虽然心有不甘 却也是服气的 输了这场比赛之后 当梁小龙知晓 李小龙要跟黄仁芷搭档 拍摄《猛龙过江》的时候 他善意地提醒了一下李小龙 他告诉李小龙 那个黑带七段的韩国人 腿上功夫相当厉害 一定要小心 正当梁小龙为李小龙 暗自担忧的时候 猛龙过江这部电影 杀青的晚上 李小龙找到梁小龙 悄悄地告诉他 我把打你的那个家伙 我教训了一顿 算是帮你报仇了 李小龙为什么赢了黄仁芷 没有大肆声张呢 这跟他的为人有关 并不是所有习武之人 都像梁小龙那样好勇斗狠 真正有实力的人 往往很低调 李小龙就属于这种类型 他深深懂得数大招锋的道理 只可惜 因为李小龙的功夫实在太高 被他打输的人 又都对他的功夫心悦成福 正是因为他的难以群手下败家 将他的功夫在外面传得神呼其神 所以才让世人误解了李小龙的为人 以为他也是好勇斗狠的人 可真相却并非如此 所以打败了黄仁芷之后 李小龙担心黄仁芷面上无光 所以他才悄悄地告诉了梁小龙 意思很明显 咱们中国功夫没有输给外国人 而且我还帮你报了仇 据传当年在拍摄猛龙过江这部电影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情节设定是这样的 黄仁芷扮演的角色 被李小龙扮演的角色打得很惨 不过凭借一身过硬的功夫 还从未输过的黄仁芷并不服气这样的安排 所以在拍摄这个情节之前 他跟李小龙提出了切磋一下的要求 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 如果我打赢了你 即使你在电影里把我打败了 那也是假的 看在你是导演的份上 我可以让着你 但是你即使赢了 那也是胜之不武的 他的这点小心思 李小龙一眼就看穿了 心里觉得很好笑 看来不痛打他一顿 这个韩国小子还挺不服气的 黄仁芷在韩国也算是功夫之王了 但是李小龙却是国际行的大武士 无论是速度 力动 招数上 他用金星的口头缠坐下总结 完美 这场PK下来 李小龙打得左腿王张牙咧嘴 被接接实实打了一顿的黄仁值 只能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这都是他自取其辱 自找苦吹 他把李小龙看清了 或许因为李小龙形势低调 让他误以为李小龙的功夫有名无实 所以也有想亲眼验证一下的想法 不过经此一事 他再也不敢小觑李小龙了 只好做个乖宝宝 遵照李小龙的指挥 认真拍戏了 后来李小龙去世后 黄仁值就跟着成龙大哥混了 成龙拍摄电影期间 曾经多次邀请黄仁值 在他的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 成龙本身也是一个恋家子 从小苦到大的演员 所以他很佩服有真材实学的人 对于黄仁值 他很重视 这让黄仁值也很开心 所以他对成龙的评价也很高 成龙的功夫电影 更趋向于挥鞋搞笑型的武打设计 所以很多武打明星都很喜欢跟他合作 因为打得不仅过瘾 还很开心 1980年 黄仁值参与了成龙拍摄的师弟出马 这部电影的拍摄 当时给黄仁值量身设计的武打动作 将他的腿上功夫 充分地体现出来 由于武打动作设计的巧妙 剧情紧凑不拖沓 观众看得很过瘾 这部电影当年还打破了 香港的票房记录 成为香港电影史上 第一部突破千万票房记录的电影 影片当中 黄仁值扮演的是终点大boss 而中部戏的高潮部分 就是黄仁值和成龙的最后那一场PK 这部电影的情节设计是这样的 黄仁值立压左躲右闪的成龙 大秀腿上功夫 成龙最后虽然赢了他 也并不是凭实力 而是靠死缠烂打赢了黄仁值 这样精彩绝论 赵树清奇有趣地打到场面 让观众看得大呼过瘾 黄仁值不仅演得开心 打得也很开心 成龙看他演得很高兴 而且彼此合作很 自然也很高兴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合作 1982年 成龙与黄仁值再度携手 拍摄了龙少爷 这部电影票房表现 也相当不俗 荣获香港金像奖第二届最佳动作指导提名 在此之后 成龙跟黄仁值也有了很多的合作 随着年龄渐长 黄仁值后来简洁淡出影坛 他在加拿大开了武馆教授和气道功夫 为了将和气道正门功夫发扬光大 他也在努力发挥着老有所谓的余热 不过他对李小龙一直念念不忘 正所谓 英雄兮英雄 天知地也知 死君不见君 男儿泪满金 为了追忆李小龙为武术界创造的奇迹与成就 2000年的时候 黄仁值也受邀参加拍摄纪录片 李小龙 勇士旅程 他和武术全的一群当年好友 大家欢聚一堂 一起追忆李小龙 更有趣的是 当记者问他 他是喜欢跟李小龙合作 还是跟成龙合作的时候 他直率地表示 更喜欢跟成龙合作 因为他的电影设计让他打得很爽 也很开心 虽然他没有说明 为什么不喜欢和李小龙合作 相信大家也并不会感到奇怪 毕竟谁会喜欢 把自己打得灰头涂脸的家伙呢